这是8月25号 今天是演的是Pasifah 这是Pasifah的剧照 这个是大魔头 只是二魔头 这孔德利去勾引Pasifah 命令他毁掉他的存真 毁掉他的童真 圣体是不能被人间的这些 射魔给玷污的 谁去玷污了他 把他拉下水了 不是童男了 那 这个就是毁了他的童真 我这意思 然后呢 今天是第六次了吧 第六次演这个Pasifah 我们可以来 现在是倒计师第五天了 就结束了 第31天了 瓦格纳科技节今年是36天 前几年都是35天 好 现在是咱们来 给大家看看 剧照 广看V VG百科的剧情介绍 还是不够低 这是孔德利 这是俄罗斯的这个 俄罗斯裔德国教授 声乐系的 他来演的 演的人必须懂德语 所以今天那争签的人 说我不会德语 你不会德语 你跑歌剧节来干啥 歌剧节是必须唱 德语的美声唱法 这是那个 主管 这个我还没搞明白 这个是主管 就大管家呀 城堡的大管家 一人之上万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那个 相当于总理级的人物呢 还是那个大魔头 那我没搞明白 这个 这个可能是那个大魔头 这是那国王 被孔德利 被孔德利 脱下水了 然后不能自己 六成五祖 然后中了射魔的这个设计 然后 就失去了长矛 还被他的对手 用长矛给捅了一刀 捅了一枪 回来以后 回来以后 在圣悲祈祷的仪式上 因为他们 其实兵团必须得有圣悲祈祷仪式 才能有神力 否则的话 就个个都没劲了 然后 这是他在 是 举行圣悲祈祷仪式的时候 他们 这个 其实兵团有两个圣物 是神给的 一个是圣毛 一个是圣 悲 他中了射魔了 然后把圣毛给丢了 被自己的敌手 抢去了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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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 给了一 被人家拿圣毛给捅了一枪 然后呢 他就回来祈祷啊 然后他就听到了神的明示 就是整个舞台啊 就响起了一个声音 一个纯真愚笨的少年 由于有同理心 会获得大智慧 会来接替国王的位置 而他们就整个骑士兵团的人 就判啊 判啊 这个少年什么时候出现呢 结果呢 有一天就被天鹅被一个 少年给打死了 那少年 说不出自己的名字 一问三不知哪来的 哪住哪 他也说不清楚 因为他妈 不让他走 他父亲 在战场他死亡的这条路 所以就给他 于是隔绝养大的 所以他 就 这就是Pasif 谁他都 说不明白 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 这是在祈祷呢 还是 磨的施展魔法 把那个 骑士兵团另外的 旁边的一个地方 变成一个美女城堡 让骑士兵团的人都去 都被拖下水了 这是孔德利 孔德利和Pasifah第一次见面了 反正 反正孔德利是不想去干 但是大魔头就是命令他必须去干 也是为了 也是为了 他们知道他是来干啥的嘛 所以他们不让他接管这个 成 哎呀 名利情嘛 那个大魔头是想要 夺得这个 呃 城堡的国王的位置 骑士兵团的国王的位置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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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ifah呢 是神派来接替国王位置的 但是现在还没有 他也不知道自己来干啥的 国王也不知道就是这个人 现在都在一团谜团中啊 看着这人是又傻又笨 就这意思 然后但是魔 魔们知道 那个大魔头 二魔头知道 这个是二魔头 这女的是二魔头 这我给他简而言之起的名字 要不然咱们老解释解释不明白 他那些 欧洲故事都太浅 咱们就 言简意该呗 二魔头 二魔头 这个有点 想往好人方向转变 这个还没有全部的变成魔吧 反正 反正那个骑士兵团都被调入陷阱的那个美女啊 聚集的 魔幻出来的美女啊 都是他搞的 就是这个 这个 孔德利搞的 然后呢 看这个架势还是有点 就是同情帕瑞法的经历 他怎么说呢 后来他就是进入睡眠状态嘛 忏悔 然后 就 不想害帕瑞法 然后还告诉帕瑞法 你 你的名字 叫帕瑞法 你母亲经常 然后帕瑞法就想起来了 自己母亲经常叫这个名字 就比较对孔德利有好感 这个意思吧 然后告诉她 她的出生 她的来一丸呢 好像还 都是对孔德利告诉她 因为她 有点 特有能 有点 知道她的过去吧 其他人 都不知道 就孔德利知道 她的过去 所以她不想害她 但是那个大魔头 逼她 你去 毁掉她的童真 告诉她 她母亲是谁 她爸爸死在战场了 她母亲把她养大 女士隔绝养大 都是孔德利告诉她的 这是国王 在最后 祈祷的时候 没劲了 没劲了 只求一死 说 忏悔 反正她只求一死 看她忏悔的这个份上 这是 这个帕西法把天鹅 用自己做的土弓箭 把天鹅给打死 天鹅是城堡 骑士兵团们的 宠物 他们就认为你杀生了 这个就告诉她 然后她一听自己干坏事了 杀生了 她就马上就给 自己做的箭给决断了 这些演员都不像骑士兵团的士兵 像骑士兵团的士兵的第一 都太胖 演员偏大 好像 这次青黄不羁 没有注重培养新的演员 他们那边另外一个房间 是在培养儿童歌剧的新的观众 新的演员 这是 骑士兵团 的国王 国王带领骑士兵团 举行 圣碑祈祷 仪式 这个人我也 这个人我是 见过 好几次 发这个 声乐大赛的明星票 很随和 背着一个背包 谁签名 他都签 谁请他签 粉丝 他都给签 然后是 骑士兵团也是都都 国王那个样子了吗 就是 大家都六神五祖了 这是 帕瑞法又回来了 他也 不坑声 反正就是 在旁边 回想 回想 这个 这个过程 这个棺材 他其实帕瑞法也有点特异功能 他能够 静下来的时候 能够看到这个棺材 将来谁会进去 或者以前 装过谁 反正就兜兜兜 一片迷茫 啊 德国造这个气氛 氛围 还是很像 那么回事 迷茫啊 哦 哦 这是 骑士兵团的人都在 质问这个 第二号 这是大管家 哎呀 这个这个国家的大管家 就是国王不行了的时候 他要负责给选新的国王 然后 然后 国王就求一死 然后大家又没劲的时候 他要 把这个国家管理起来 还得继续找到那个 神明示给的那个 神明示给的那个 上次祈祷的时候 给的神域 就是要找到那个 接替来当国王的那个 纯真愚笨的少年 这是帕瑟法尔接受这个最后最后 孔德利的忏悔 孔德利是觉得自己害了很多人 自己要重新做人吧 反正也是 多少好多年 好多年以后 帕瑟法尔也找到了 那个那个 城堡 然后孔德利也在那出现了 然后 就 参悔过去呗 然后 也是只求一死 当时是这个状态 不想再干任何坏事 请求帕瑟法原谅吧 这是那个大魔头 大魔头 这是那个国王 他 把国王给搞得脱下水了 然后呢 圣毛也丢了 然后他的对手拿抢走了 圣毛还给他捅了一枪 这就是大魔头 魔幻 还是二魔头啊 孔德利啊 他们俩施展 妖术和魔术 魔法 魔幻出来了 一个城堡 就在这个骑士兵团的 国土的边上 然后全都是美女 美的一塌糊涂 吸引着这个骑士兵团的人 这个是帕瑟法 一开始帕瑟法是上 几次都要上 到最后一刻还算清醒吧 就这么 全都是美女 你说这像不像那个卖肉的 他故意搞得这颜色也像肉 甭管穿绿裙子还是蓝裙子 他这个灯光给你照的 全都像肉 一群烂肉 围着一个男的 也就是说 他们就是这样 把这个骑士兵团的人